鲜嫩多汁 不腥不柴 这饺子馅滋味绝了 饺子馅获得好 不愁媳妇 不好找 选肉非常关键 一半的五花肉 一半的前炒肉 两个一配合 肥耳不腻 瘦耳不柴 首先把肉均匀的切小块 把筋膜给它去掉了 咱们放入咱们切好的大块 真好用 简简单单15秒 肉馅打得嘞 这边想要切好吃 咱们炸个料油 热锅凉油 放入花椒 大料 葱姜 香菜 料油小火慢炸 把所有的香气完全逼出来 葱香菜已经变到发黄的时候就可以了 在这边把馅调着 煮饺子的馅让它虚微咸一点 加入盐生抽15克 老实来一点点2克就可以了 加入葱姜水 葱姜水分三次加 加完一次咱们给它搅一搅 这时候香菜已经炸干了 葱已经炸黄色了 这时候葱油就炸好了 给它关火 晾一下 接着和馅 再次加入葱姜水 第二次 这样的好处就是徐徐渐进 全给它吸到肉里边 再一次加进之后 把肉卸了 而且不上劲 第三次加葱姜水 最后咱们加入少许的料油 均匀地给它吃进去 饺子呀咱就包得了 下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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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